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anky 今次和大家討論一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個大趨勢來的 在AI年代,你是要懂得怎樣去定一個條件 讓這個AI作為一個基本的框架 喂,Stop! 兩個月前的AI和現在已經有分別了 還入指令入去? 現在Photoshop Beta 指令都不用入 挖住它,它都可以幫你做出來 不信呢? 我一會兒就示範一下四樣東西 究竟Photoshop Beta做到甚麼給我們看 第一,我會試一下模擬 看看可不可以模擬 Leica鏡頭拍出來的散景 一會兒找張照片 看看可不可以做那些古舊的散景 跟不可以跟得上呢? 如果可以跟得上的話,鏡頭也不用買 第二,撿走人 好像說撿走人,挖住人 不見了人 連背景都可以跟回背景的情景 等等 待會兒再試一下這件事 接著就是擴充背景 好像拍了一個人帶頭照後 旁邊可以做一張照片出來 可以大張一點 擴充背景 背景可不可以跟回之前的照片 顏色、光暗去做呢? 第四就是更換背景 我想更換背景也不是困難的 以前我們做Photoshop 也有經常換的 究竟現在AI會做到甚麼出來呢? 現在我去試一下Photoshop Beta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就有一張圖 這一張就是一支51.5拍的 大家都知道51.5 那個散景非常漂亮的 你會見到後面那些 一片一片的散景 真的很漂亮的 這支鏡根本就是平民版的Lockerless 我切了它一半出來 剩下一點的位置 現在就是這裡了 究竟用Photoshop Beta 可不可以還原到它本身的散景呢?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OK 先看一張照片 OK 好 那 跟著呢 我們就鎖住它 好了 跟著呢 這裡有個叫做Generator View OK 什麼都不打進去 這樣 Generate 看看它的效果會是怎樣 現在一直這樣做 其實AI 我想它不斷拿些數據 拿些數據回來 學習的能力 我覺得是會越來越高的了 做了一張照片 它有三個不同的版本來選擇的 第一個是這樣的 第二個 第三個 OK 我先放大一點的照片 看看 OK 可以 放到 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版本 又好像不太漂亮 這個版本 這一個就OK 其實這一個都OK 我覺得 好 我們先看看散景 因為剛才我就說 可不可以模擬 再把LICA鏡頭散景 這一部分就是它真實的鏡 但一出來 我又覺得它那個散景 真的無形不到 所以大家不用怕了 依然買回LICA鏡 OK的 如果追求散景 不過這樣 它後面的顏色 所有的氣氛 都跟到的 那張照片 如果不是一個LICA的人 看下去 就這樣做一張照片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了 但是呢 如果AI真的可以 不斷不斷地學習 我相信 可能終於有一天 真的無疑到出來 都不奇的 因為它不斷去拿數據 不斷去學習 這樣 始終現在都是剛剛開始的 這樣東西 我是不會否定的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呢 後面那個光暗層次 它有做到的 這件東西真的挺神奇 OK 我們看看Original那張 對了 這些散景 是一支鏡本身的散景來的 OK 這一支 一坨東西這樣 大家都看到了 好 好 看看第二個Version 對了 第二個Version 就好像好一點 像一點 這樣 都看到了 看到光啊 暗啊 它都做得好好的了 我覺得現在真的 OK 大家現在看到那個分別了 OK 好 那就去第二張照片 我就嘗嘗去撿走那些人了 撿走那些人呢 那我試一下這一張啦 OK 好 那我開回多個Layer先 那 Basa Basa 好久沒見過它了 真的 Basa好像去了阿聯油航公司做 做事 啊 OK OK 好啦 先掛著這個人 因為Basa這麼美女 後面有個男士揹著背包 好像不太適合這張照片 先圈著它 好 接著 按一按按鍵 什麼都不捨 對啦 看看這個AI怎樣去處理這個人物先 看看怎樣可以撿走它先 以前去撿走那些人呢 都是用其他方法去做的 咦 可以啊 看看先啊 嘩 可以啊 無論它後面那個背景啊 都跟回後面的質感啊 即是那些網紋啊 那個欄杆啊 都跟到啊 嘩 這個真是無縫銜接啊 我覺得 厲害啊這個 OK 有三個版本選擇的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看看這個版本 和第一個版本 看看哪個OK些先 好 這個第一個版本OK些的 嘩 其實看上去真是好像 沒有東西這樣啊 即是好像 即是那個人 之前站在那裡 你都不會發覺 真的撿走了這樣啊 好 那我跟著撿起來這兩個了 撿起來這兩個人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先 抹著它 好 什麼都不捨 對了 我看不可以做到 試一下這個方法 他都要想一想的 真的 給他一些時間 AI那裡 嘩 嘩 OK啊 那條欄杆都可以模擬出來 我覺得 那條欄杆的位置 對了 我看哪一個版本會好些 OK 我覺得這個版本會好些 那這裏有少少瑕疵 這裏有少少瑕疵 一會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撿走它 那但是呢 這些 後面這些位置 我覺得非常非常之靚 啊 好像 真是 之前好像沒有人 即是好像 真是 怎麼說呢 好像真實環境那樣 這個非常之厲害 好 以前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撿的呢 我又再示範一次以前用什麼方法去撿 先 我圈了個人出來 對了 以前我試一下就用 Contact Aware View 哎呀 不行的 你拍嗎 OK嗎 對了 以前的方法又真是 比較差了 剛才看過了 撿人的效果呢 就真是非常之好的 啊 啊 又快手 亦都可以模擬回它本身的環境出來的 啊 我覺得這一樣東西是 真是 AI幫助了好多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那 還有一個就是 擴充背景啊 那擴充背景呢 我就整天 整天會玩的 啊 我先看一下創充背景先 找一張照片出來看一下 啊 OK 好 這一張照片 背景呢 就是一張好像街頭藝術畫 那樣的 好 開來看一下先 好 這一張呢 就擴充背景了 我們看一下先 啊 OK 我打 對了 多一點點出來 啊 然後我就 插著它 OK 好 那我看一下 會做到些什麼 效果出來 這個 那張油畫 可不可以跟著 底 好 好 無縫銜接 這樣走出來 先 那其實AI呢 嘩 先看一下 好快地做出來了 OK 咦 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不太行 OK 第三個版本 都OK 我又覺得 走了出來 都銜接到 OK 好 那 打橫又擴充了這件事 我試一下再拉高些 好 等我一會 好了 那跟著呢 我試一下再拉高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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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拉高些 看看它那個 怎麼可以擴充這張照片 擴大些 Generated 對啦 Generated 看看怎樣 將一張照片 可以做到出來 這些複雜的環境 它都可以模擬到 要不然真的去現場看 嘩 很快做到 來 先看一下 這個銜接有少少 嘩 這張的銜接得幾好 它又 做到出來 喔 OK 好 讓我選一張 先 那 我選這張 這張好像有趣些 OK 好 可以 好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 那 真的可以做到 這個位置都 很無縫銜接 這樣 那 未見過 Original的 只是看這張 可能你都會覺得 是 真是這個背景去拍這張照的 嘩 那AI這個功能 挺厲害的 最後呢 就是更換背景了 那究竟可以更換到 甚麼背景出來的呢 好 我們開一張照片出來 好 更換背景 這一張呢 我覺得呢 好像有些太陽光射進來的 那樣子 選了一個人 他選擇的都OK 反轉選擇 那我呢 今次呢 就入這個 接著我們打回 Hong Kong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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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看一下 會把甚麼出來 它的背景 那裏 但它會不會有些甚麼 咦 做到了 那這裏是香港中環來的嗎 是 可能我打些字呢 要細 即是要 嘩 真是 始終環吧 對 不過這張照片呢 又很有趣 它的腳這樣擺呢 它呢 旁邊那裏 又拍到樓梯的位置 它又懂得想這件事 OK 好 然後 這個完全不像啦 這張就 我覺得這張就近綁一點的了 好 好了 那 看了一些轉換背景 可能轉換背景 那個學習能力 再要提高少少了 AI那裏 好 不過呢 假以時日呢 我也是那句的了 應該都會學得很快的了 那大家看了這個AI 去幫助我們去 執照啦 處理照片的後期 以及一些 擴充背景 其實呢 我覺得擴充背景 這件事呢 是AI做得不錯的 蠻好的 還有那個 執走人的那個 也是做得不錯的 那還有呢 就是其他 還有一些 AI的去執照皮膚 那這些 遲些都會和大家看看 有沒有機會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呢 那些Deloist 執照皮膚那些 那個功能 都是非常之高的 好啦 那大家看了 一些AI的幫助我們去做照片 那其實你說 那以後不用拍照啦 是不是呢 那要不再買相機呀 要不再玩這件事呢 其實AI呢 我自己覺得 都是對著電腦去做啦 那拍照呢 都是始終 拿回相機啦 拿回自己喜歡的鏡頭 和家人去互動去拍照 這件事呢 是最 最令到我的 感覺是最深刻的 因為呢 過程呢 始終是最多回憶的 那 回憶呢 就是 哇 怎樣去和自己的家人去拍照啊 拍照的過程 遇到什麼東西呀 這件事呢 是令到我 為什麼還拿著相機呢 去拍照的 AI都只不過是一個後期來的 沒有一些感情可以放下去的 我覺得AI是 那如果你說遲些 人類可以把一個過程都植入了腦裡 然後去到 發展到AI去執行 那又另作別論 那 我覺得 你想得出的 現在都可能有人會做的了 好了 這裏呢 就分享到這裏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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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